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TV,今集會再來同大家講多一單我自己的個人經歷,我記得當年我還在台灣讀大學,有一晚當時女朋友有時要去醫院看急診,我即時問朋友借了一架電單車在路由山開到她家, 由於翌日早上的課是要考試的,所以我一跟她去完醫院後就馬上開車上山,由於自己平時都好少開車,所以就不太懂路,不過我去的時候就跟著條大路走,好快就去到當時女朋友家,跟手又送醫院,其實去的時候是比我想像中快,所以我打算回來那條路就跟回對面上去, 我記得我開車出發時的時間大約是12點左右,開車出去時就用了40分鐘左右去到目的地,本身我打算自己2點左右應該是可以回到宿舍還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可以休息,跟著我沿著條路一直開的同時, 在不知為何我去到一個類似社區的地方,我在那裡一直繞繞,一直繞,但找不到出路,一直繞了好久,我印象中我已經繞到2點,都未繞到出去, 時間比我預計中用多了好多,而且我還兜了好久,每條路都走光,還是走不到出去, 再加上平時在台灣好少開電單車,加上又不熟路。 當時我停了一架車,就拿了一張地圖出來看看路如何走, 當時智能手機還未說好普及,所以好多人不懂路都是看地圖, 我記得當時的印象都頗深刻,在我停了一架車看地圖時, 我是找不到這裏是哪裏,而且我發覺整條街是出奇地安靜, 還有沒有人開車,是靜到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有多快, 整個空間突然變得很凝重,當下我即時意識到可能出事了。 在這個小區走不到出去,都好有可能是鬼打場, 如果不是無可能我在這裏那麼久,連一架車一個人都見不到, 而且附近還要連店鋪都沒有一間,當時我感覺是相當無助的。 再加上明天又要考試,又有少少擔心車的油量不足, 幾樣東西加起來令到我整個人非常之不安和焦慮, 為了令到自己安心少少,我便開始越開越快地找路、試路, 但幾乎每一條路我都試過了,甚至是一邊開車一邊大聲叫, 我都是試過的,還是走不出這個社區的,直到我走到一條路, 那條路是我那一晚在社區走到的路完全不一樣的路來的, 無論是景色和建築物,我自己覺得都是十分詭異的, 同好似一直走都去不到盡頭,我一直開, 好似一直都在同一個位置那樣, 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,我便馬上開回頭, 回去那個我一直都走不出那個社區那裏, 但好奇怪,正常我開回去那個社區那裏, 就再一次試路找路, 那我是一路走, 走了不懈十次的路那裏一直走, 居然我出回那條大路那裏, 而且還要是中山站接運站的大路, 如果是跟大路那麼近, 那有什麼理由我會在那裏繞到那麼久呢? 我出了大路之後, 我都是用了大約15分鐘左右去到大學的山腳的, 而且還要是一出大路, 就見到有電單車、私家車在那裏行, 我即時就找了個人, 問了他的路要怎樣行, 中間還要找油站加油, 不斷一路那麼順暢的情況之下, 就令到剛剛所發生的事變得更加之詭異, 而在開上山的途中, 其實我是有少少害怕的, 因為這裏一直都很多交通意外, 同時都可能是太夜的關係, 山上的路燈都關了, 如果我沒有開車頭燈的話, 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路, 基本上開回去學校那條路那裏, 我全程都是無管凍起的開車, 到最後我回到學校的宿舍時, 已經是5點多6點了, 這件事其實一直在我心裏很久了,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, 為何我當時會在那裏浪費了那麼多時間走不出來的呢? 到底是鬼打場, 還是什麼事呢? 而在我寫回這個故事出來時, 我就省回氣了, 當時其實我有帶浴, 而那塊浴好像是那次之後就裂了, 我估計它應該是幫我擋了某些東西才會裂的了。 今集的故事就來到這裏先啦, 如果換了是你們又會怎樣處理呢? 你們認為是鬼打場, 還是我當失路呢? 或者你們有沒有試過類似經驗呢? 下面留言告訴我吧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拜拜!